今前草妙帶您關心到 在雲林發生了連環追撞的車禍意外 一輛轎車行駛在台78線快速道路上 因為田嶺路滑自撞護欄 造成了後方貨車閃避不及發生的追撞 沒有想到之後有一台大貨車高速的撞上 造成了四輛車受損 總共有六個人輕傷送醫就職 前面藍色貨車跟白色轎車發生車禍 擋住中外兩個線道 其他車輛都往內線閃避 不過這時意外來了 大貨車完全沒煞車 先撞黑車後繼續朝前方白車重擊 藍色貨車被推撞 時空衝向內線 轎車變成夾心餅乾 這輛車面目全非得報廢 造勢貨車輪軸變形 這起意外發生在台七八線 西向40公里處同個地點連續兩次追撞 一開始是白色轎車天羽路滑自撞護欄 被藍色貨車追撞 黑車要閃被無端撥擊 營業大貨車無超載的情況 因為注意前方有煞車不急 才導致後面的追撞 這兩起事故總共造成四車回損 六名駕駛跟乘客輕傷送醫 還好第一起車禍的兩名駕駛 早在十分鐘前就已經先下車到路間躲避 沒有被搏擊 至於肇事責任 警方還要再釐清 記者郭君毅原來報導 下車到達